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王一博一出现就是热度地带 出席野生救援活动 作为大使的他 从来不是顶着这么一个头衔而已 都会身体力行践行其中 更是得到了合作者的赞叹 一句话他不同于别的艺人 王一博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态度 让人动容 眼神里的温度是藏不住的 他是真的喜欢 他也愿意为此付出 做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事 这次王一博出现 好多笑耿也随之而来 这个有点慢热的孩子 穿搭就有不少的笑点 都说王一博很随性 喜欢了 那就是任何的丑裤子都会给你整一套 一件简单的黑色野生救援文化衫 搭配军绿色工装裤 是的 又把大肥裤子穿来了 好身材藏起来 五五分比例 搭配那双爱到骨子里的滑板鞋 黑不溜秋的 这一身看下来 如果不是王一博这张脸撑着 我都不屑一顾 没办法 王一博的裤子总不自觉地出圈 热搜都上了好多次 每次都有自己的风格 就是这么任性 你能咋说 提不起来 恨不得你都想冲上去给他整理一番 王一博的裤子 是他穿搭中的一大亮点 不同于鞋子那么出圈 可是都会不自觉壁垒 粉圈都会自动屏蔽 除了裤子 上身过的单品都是大爆 看来粉圈都是人间清醒 不过笑点更多的 还是王一博的社交方式 作为大使的 他在分享救援穿衫甲的过程中 呈现出了难得一见的柔情 裤盖人设早就没了 因为王一博笑的那叫一个柔情似水 好多人说以前你是金融奶饿 现在你是奶甲波波 你们看似都有一个坚硬的外壳 可是内在毫无攻击性 还非常柔弱 需要我们好好保护 都说王一博看上去不搞笑 可是做的事情就挺搞笑的 自己手足无措的站在台上 想着分享完赶紧下去 结果一而再再而三的 都被各种理由留在了台上 导致后来现场所有人都笑了 自己也跟着腼腆的笑了 甚至王一博都出现了李懿小姐的手势 哎呀 这个动作一出来 再看看王一博的这张脸 这是我们的高冷的酷盖嘛 是不是错觉 有好多人说 这明显是射孔下的无意识动作 这个动作 配上王一博奶乎乎的脸 有种孩子上台表演的济世感 怎么这么可爱 这么好笑呢 我们的酷盖 怎么就变成傻白甜了呢 可想而知 这孩子当时的心情好想下去 该说的都说完了 怎么还不让我下去 怎么办 跟着他们下去又被叫了回来 还要拍 继续拍 他们都笑了 好尴尬呀 王一博稍微一笑 那就是小甜豆都喜欢逗他 真的挺可爱 自己会不自觉地动动脚 跳舞的男生 就是好动 他也不会掩饰自己 不坐坐 左脚动一下 右脚也动一下 这么可爱又甜的王一博 他可以落落大方 也可以变成小甜豆 只要不知所措 那就微笑 他一笑 整个世界都变了颜色 挂着奶彪的这张脸 怎么看都想上去捏两下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